美第七舰队驱逐舰日前航行南海并宣称 其所谓自由航行任务是在挑战中国大陆 越南和台湾 对于外国军舰无害通过沿岸国领海的所谓非法限制 这一说法与蔡英文的猜测完全不一样 形同打脸蔡英文 尴尬的民进党当局沉默已对 马英九办公室22日发表新闻稿称 蔡当局不该忽略美军对我们领海主权的侵犯 保持揭默显然有损尊严与主权 是对美国选举压错宝后再表错情 绿营则给马英九扣上红帽子 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22日称 马半跟日前国民党的说法 是不是与大陆谴责美国自由航行任务 是在煽动南海区域动乱和干涉内部事务的说法相呼应 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志问道 难道只为了满足民进党的仇怒心理 蔡英文就可以随意牺牲领土及主权吗 中国时报称 美军在南海的双航母联合军演 被蔡英文拿来借壳上市 搞得好像双航母是为了守护台湾而来 不过代价就是我们的南海主张被打脸 在南海的双航母是为了守护台湾的仇态 在南海的双航母是为了守护台湾的仇态